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掌握节奏跳队拍子对耀忠来说并不太容易 但是勤能补着 努力练习就是唯一的方法 或许无意还带琢磨 但是他深深享受着跳舞带来的美好 因为舞蹈让原本独来独往的耀忠 生活变得热闹起来 在弹一个舞蹈的感觉的时候 我觉得他能够跟我心灵相通 我反而有时候会羡慕他听力不好 可以很自在 我可以不要听到我不愿意听到的事情 我就把它拿下来 对 我觉得这没有什么 现在的老婆就是当初一起练舞的同学 姚宗说 接触舞蹈开启了她的美丽人生 他们两个会一直跳下去 记者 陈修林 郑凯文 台北报道 接下来国际收入的时间 今天舞龙老师要教我们如何表达出心中的爱 拍口微笑 举手欢迎 2009英帐奥运在台北 我是小叔 我是舞龙 东东双手 大家一起来学国际首语 诶 舞龙 这一次听澳除了选手 还有很多队职员和家属会一起来到台湾哦 没错 很多父母关心孩子的表现会随对来参加 这叫做天下父母心 是啊 所以记得要常常跟父母表达感谢 说到感谢这个国际首语的首饰一定要会 跟你学了这么久 我知道 一定是我爱你 对不对啊 小叔正聪明 台湾首语的笔法 我爱你 国际首语的笔法 我爱你 我爱你 国际首语轻松笔 听障奥运就看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